在两季乘风破浪的姐姐都成为爆款 且被追光把哥哥抢拨在前的压力之下 本以为披荆斩棘的哥哥仅仅只会是热播状态 但没想到芒果不愧是芒果 披荆斩棘的哥哥不仅成为了爆款 而且热度和口碑超越了前两季浪姐 如今披荆斩棘的哥哥已经收官近半个月 不少团选综艺爱好者急需一档同款综艺解馋 或许是刻意为之也或许是播牌如此 追光把哥哥第二季追光把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收官不久后 就官宣定档了11月13日 本以为本机阵容不错的追光把 会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热度还在的情况下硬刚对方 但没想到在临近开播的前一天 也就是11月12日追光把官博紧急官宣撤档 顺延到下一周开播 按理来说追光把定档在11月13日 对节目本身的热度其实是有益处的 毕竟披荆斩棘的哥哥热度还在 而且追光把已经吊起了不少网友的胃口 但是如今这么一撤档 应该会伤到不少粉丝的心 11月10日官宣定档 11月12日紧急撤档 不得不让观众质疑 节目组有炒作热度的嫌疑 那么已经占据热度优势的追光把 为什么要紧急撤档顺延一周开播呢 我认为无外乎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真的是播牌计划调整 对于撤档的原因追光把官博给出的原因是 排播计划调整 追光把原定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晚上8点半 但是这个档期原本是属于另一档综艺 一路畅响的 一路畅响是一档户外原创音乐旅行节目 胡海权 李健 胡彦斌和闫人中四人是常驻嘉宾 他们要在四个城市中寻找实力素人歌手 挖掘被埋没的好声音 但值得一提的是 一路畅响也是一档刚开播的新综艺 追光把原定的档期 其实是抢占了原本属于一路畅响的晚间黄金党 所以说追光把紧急撤档 很可能确实是因为两档节目之间冲突没有解决好 这样的卫视排播确实可能是一个因素 第二追光把要精简出舞台 排播计划调整可能是一个原因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很小 毕竟既然追光把能官宣定党 东方卫视应该是提前做好了排播计划等 临时调整这种事件概率比较小 所以说我认为追光把紧急撤档 并顺眼一周播出的原因 也可能是要对初舞台精简 无论是浪姐 批歌还是追歌 按照惯例 首期节目应该都会呈现哥哥们的初舞台 对于一个混零艺人音乐竞演综艺来说 初舞台质量怎样 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第一批观众是否会就此入坑 还是就此放弃 相信大多数网友都知道 上一季追光把哥哥之所以被吐槽油腻 绝大部分是初舞台惹的祸 因为节目后期其实并没有太多油腻的镜头 尽管本季追光把整体阵容不错 但是在官宣定党时间后 其实并没有在网上引起多少反响 甚至还有不少不太好的声音 毕竟他的对手披荆斩棘的哥哥实在是太成功了 所以说追光把可能希望靠精简出舞台去提高第一期节目质量 以求留住第一批观众 并一举靠质量吸引更多还在观望的网友 第三 追光把可能要加入更多正能量的利益 前段时间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四大卫视被约谈 问题是节目过度娱乐化 所以追光把可能正好在被要求整改的范围内 尽管本季追光把第五次公演也有主题 分别是致敬体育精神的生命之光 致敬人民子弟兵的热血之光 致敬中华文化的传承之光 致敬普通劳动者的奋斗之光 致敬近太空精神的探索之光 但是追光把很可能需要在首期节目就更加明显的表达出 这五个追光精神 所以剪辑组不得不加班一周 当然了 以上仅仅是我的猜测 至于追光把究竟为什么顺年一周播出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这档节目能不能对得起 曾经像披荆斩棘的哥哥的两度叫板 早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刚开播没多久时 追光把官博就发过一则动态 内容是赛跑需要对手 追哥期待交手 这第一次的叫板 追光把节目组其实还挺有风度的 甚至让不少网友对这档节目有了一些期待 但是追光把第二次叫板似乎不是很恰当 因为该节目的制片人曾在发布会上说 我们的哥哥都比较乖不太会占用公共资源 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在内涵 披荆斩棘哥哥中的两位马赛克选手 虽说节目有这样的意外 但是这个国着实不该让披荆斩棘的哥哥节目祖杯 毕竟谁能想到一个国锋美少年和一个钢琴家 私生活竟然那么不堪 追光把对披荆斩棘的哥哥两次叫板 如果最终能证明自己更好则无碍 如果有他房的嘉宾 或者节目质量再次被吐槽 那么这两次叫板就会沦为笑话 但是总体来说 本季追光把阵容确实值得一追 尤其是沙宝亮 满江 周晓鸥 杨宗伟 陈楚生 迪马熙和徐志贤 这八位大窝口 只要节目组不作妖 相信音乐的部分应该是不输披荆斩棘的哥哥的 以至于节目组会剪辑成什么样 我们只能等节目开播见分晓了